我相信我们也一定可以从他们经验里面得到更多的一个启发 成果分享会上市长刘昌与关销处长曾志文 及地方创生的朋友 透过视讯与日本地方创生大师分享经验 那今天这一场呢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 台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跟交流 让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创生的经验呢 能够汲取国外的这样的 尤其在日本日本这几年推动这个地方创生不遗余力 所以呢也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成果呈现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个地方 那一个就是秋田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知县 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希望以这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跟经验呢能够做一个分享 其实因为我们在和平岛公园主要推广的是地植公园 那日本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地植公园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台日的交流 可以更了解同样都是地植公园 可以用怎么样保育的方法 也可以带动地方的观光 市长林又昌亲自分享 这几年推动都市发展观光的经验 他强调未来应该朝向高质化 精致化 深度化和多元化 我们的政兵派出所现在已经转身 变成是一个服务盒 也就是从我们的就委会大楼 到设采屋到阿根纳到和平岛 一个重要的终继点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提供相关的观光 跟旅游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资讯 还有我们在地的这些社区 他们所制作的一些产品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寄售 或者贩售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把循环经济 把更深度的一个旅游 把它带到这边来 那基隆市未来的城市发展 或者观光旅游 有四大方向 跟重点的一个未来努力的一个目标 其实第一个就是要高质化 第二个要精致化 第三个要深度化 然后第四个要多元化 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地的经济的推动 非常有帮助 而且非常有效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比量 这七年来我们基隆市的观光 跟旅游的量已经够 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观光旅游 让它变得更深度 让它停留时间更久 让民众在这个地方 花更多的一个钱 然后把这个观光旅游的一个经济的效益 能够留在在地 那刚刚在讲 我们透过社区参与 部落参与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 把它带到社区里面去 那相关的一个平台都已经建置完毕 所以这一次政兵派出所旅服中心的一个启用跟经营 相信未来对这个周边的一个区域会有更大的一个带动 那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启示 跟我们在努力的 也就是说地方社区或者地方团体的一个赔利跟经营 其实在这七年间 其实已经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民间或者是社区的活力 非常的蓬勃 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来很棒的一个成果 整个地方创设的工作 不是只是政府的工作而已 如果只是政府的工作做的话 做完就会发现 后面没有团体跟着你走在一起 那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地方创设 在正面这个区域 甚至在基隆的很多的角落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上市长跟我们相关市府单位的努力之下 地方的民间团体 他已经自发性的提出很多的创意发想出来 例如我们看到这边像新民团团体 又或者在太平清亚那边也有另外一个团体 那甚至在这个 通往周遭也有一个团体 上一次就有四到五个团体 又像中庄送件 就是在基隆在推动地方创生 那这些地方创生的案子 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城市 对于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 有很多的梦想跟希望 那我认为这代表的是 过去市长又常常过这几年来 推动城市的改造的过程当中 让很多的年轻人过于返乡 在这个地方开始扎根 那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场台日地方创生分享会 选在旧的正宾派出所改造的服务中心举行 三楼正推出 基隆与日本地方亮点成果展 市长林又昌亲自带领大家开箱体验 手作的一些商品可以合作 他们可以在这边寄卖 然后也可以形成一种社区的经济 然后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再重新带回到社区 带回到部落里面 变成是有一个经济上的一种循环 透过台式经验分享跟交流 让本地业者吸取国外的经验 提供未来发展的参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